嗨 各位朋友們早安 今天呢 我要離開老家回台北 再過幾天就是中秋節啦 今天有個重要的任務 為什麼在台中留那麼久 因為我今天要去台中市警察局 要去拍一些公益的影片 所以在台中多留了兩天 就是為了今天 等一下稍微記錄一下 今天的一點點的過程 然後真正的正片 也是剪接完之後 有一些效果啦 背景音樂的內容 會放在我的主頻道好不好 那趕快穿衣服 趕快要出門 哇 日本又要加稅了 以前當你做日本的行李有這麼5% 好像變8% 現在要10% 齁 最近有夠重 我們台灣才5% 吃菜啊 45歲以上就開始要改慢慢吃菜了 不要再吃一堆大魚大肉 大魚大肉是在節目裡面才會吃的 私底下我都吃這個 你看 不用等到國會才要來那裡已經不會有了 等到便跑出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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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便跑出來就來不及 對啊 不喝酒不抽菸 這裡我想應該很多人熟悉啊 前面是大理橋 好 我們現在 往這個 警察局 台中市警察局 前進 來讓大家稍微看一下 好 我要專心開車 我到啦 現在到了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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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應該是 台中市警察局最高單位吧 台中市為單位的話 應該這裡是最高指揮單位了 在這裡 我現在車子停到裡面來 好 我們準備下車吧 你在裡面等他 他怎麼會來看 我靠他 我靠他 這裡有個外事院裡面服務 這是什麼東西 申請糧民證 這邊是申請糧民證的地方 申請糧民證的程序 那你們說 今年呢 最主要其實是看一下 看喔 明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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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朱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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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朱古